记者首先在某网络平台搜索杭州市上城区龙翔桥附近的房源 一条低价房源信息很有吸引力 整租龙翔桥地铁口月付无中介包宽带物业600每月压一负一 房型一室一厅一味14平米 其中还标注了安选已通过真房实拍合验 图片中房间类似于酒店式公寓的风格像是新装修的 记者线上联系了房源发布者 对方表示房子还在位于大庆里 记者问就图片里这样 对方表示图片房东实拍的可以带您去看县房的价格600 第二天记者微信联系了对方再次确认相关信息 对方说有的600 随后发来了公司地址位于杭州上城区承兴路一栋写字楼内 他发的这个龙翔桥铁铁口无中介 无中介费马600一个月 图片这个 我说是不是图片里这样的 他跟我说是的呀 没那么好的 我说了这是大足夺的片 你小房子几百块钱都可以小吃 那这个实际房子是这样子吗 像比如说这间里面这间小一小间 那装修有这种样子吗 装修有办公室这种装修 就是不是他这种这样的 肯定没那么新的 他跟我说跟那实开就这样子 你看看现场 说要看实地嘛 记者把平台上的房间照片给工作人员看 对方表示实际的房子和旁边办公室类似 只有简单的装修 他不推荐 比如说有一个房子 他手上一张房子 有一个房子 两千多的房子 照片提供给我们 他报了一个小房的价格 你上天的豪华 那里面是不是就 就那个房子里面的 就他就实际能租到 不管是哪个房间了 他肯定是要么就是一座房里面 几十几厅里面 大房间 要么就是他手上别的房子 那就我跟他之前跟那个 他联系能看吗 那个 看办登记就可以 记者一直在询问龙翔桥标价 600元这套房子的情况 工作人员始终表示 图片是房东实拍的 但600元只能租到 房东手里的其他房子 记者通过图片搜索 在另外平台上 发现了相似的图片 有的说整租无中介 勇望广场1500元每月 但是地址位于山东青岛 记者坚持要求 看图片中这套房子 工作人员随即表示 价格不一样 要两三千 一定要看低价房源也可以 但有条件 这边准备要看现房的 这边直接安排管车 带你去现场带你看 钱多少 公司来七八百 对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完的话 这边有个收费的 这个你就是吧 多少钱 350 350就是数字带你看房找房 看到你满意为几 不是看之前就交钱 一般不就是看完确定 我要了才那个 那你说到哪个中介 不定工作人员出费高一点 你们不是中介公司吗 我们是委托平台公司 五百安就非常冷 那我看不中 那是一分都不退 还是说能退一 非常是不退的 工作人员的桌子上 有一块牌子 写了两种收费方式 除了350元的 还有450元委托费的 可以全国城市找房 记者打算选择350元的 但还是不太放心 看照片来的呀 照片推广 广告平台 都有广告 看实际的 你差距稿有点大 几百块 反正我能看到 等会 七八百八九百 一千块 一千以下的 我不要太贵 一千能看到 对一千块以下 看房前 对方还让记者 签了一份租房协议 在乙方一栏上 工作人员又盖了一家 租赁经营部的章 协议中写道 乙方不能用低价格 要求租高价房为难甲方 如果对房子要求比较高的 同样价格也会提高 并举例说 不能只想花几百 住豪华精装修 协议中还说 网站所有资料和图片 均为广告效果 以看现房为主 本公司不做线上指定房源 委托费三百五十元不退 记者付款后 另一名管家打来了电话 在确认好地址后 对方又询问起记者工作的地方 随后又试图将看房的范围 从龙翔桥扩大到地铁沿线 接着对方发来了定位 让记者到澎湖地铁站附近看房 查询地图 两地间隔近十公里 地铁有七站 对于龙翔桥的低价房源 记者还想再坚持一下 当天晚上六点零八分 记者询问对方 到了吗 对方说快了 在记者到达龙翔桥地铁站时 再次联系了对方 此时天色已黑 随后对方又发来了一个定位 距离龙翔桥两公里左右 记者坐了两站地铁之后 又步行十分钟来到了这个小区 到达后 记者电话微信多次联系对方 都没有回应 不接电话 龙翔桥位于杭州市中心 地处繁华商圈又紧邻西湖 在这样的地段 真能租到几百块钱一个月的房间吗 疑问还没有解开 记者已经被引导至 距离龙翔桥两公里外的一个小区 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当晚七点 记者终于在小区里见到了这位管家 对方直接交了地 让记者提提价 六百租不到的那种房子 其实我跟你讲他那个照片了 很好看是不是 对啊 然后他就把那个价格调低了嘛 就低价以留客户嘛 发出这广告帖子 知道吧 就我来之前特意跟他讲了 有没有有我才来 来去他们前两行的那边还那么远 对他肯定是大 他肯定是说有的有的 最低那边都一千多的 我跟你讲 一千多少呢 大概就一千五左右 记者决定还是先看看房间 这套房子位于大楼的十多层 内部装修有些老旧 大约有六个房间 其他房间都关着门 屋内还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卫生间内地面潮湿 有一个老旧的浴缸 旁边是一个蹲侧 在进入房间的时候 记者的脑袋差点装上门框 进入房间家具也很破旧 空调泛黄 墙面漆面脱落变色 监记者不太满意 对方又介绍了起来 记者想再考虑一下 这位管家劝记者 先交一笔定金 要不这样兄弟 你先付个七百块钱定金 是不是 付个三十百块钱定金 对吧 到时候 是不是 省在被别人租走了 这个你租出去的房子 就是提升 比如说你租了这个一千五的房子 我们就赚个两百多块钱 比如说你就租这个 让我赚一点是不是 合同是一年一千 到住了三个月 可以 到时候你可以提前找我们转租 伍业军到时候 你提前半个月跟我说 我帮你把这个房子转出去 这个押金就退给你了 这个是不是以防的 对 这个是以防的 到时候如果签到合同 那他产生证是什么有 对对对 你看吧 能的能的 到时候叫房子发给你看 离开这套房子后 管家表示自己还有客户 骑车离开了 记者来到了小区附近的一家 连锁房屋中介 问了问这个小区的租房行情 如果带毒味的话 在2000到2600之间都有 如何 不带毒味的 不带毒味 1600块钱 15006 17008 1500的装修很老的 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偏黄色调的 大概在1800到1900之间的话 可能装修稍会好一点 它就是住宅啊 但是它的面积比较大 一般都100多 它隔成七八套这样子 这房子哪什么时候的 哪一年了 蛮老的 记者查询了一下 这个小区大约是在 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 那么在这里能找到 月租几百块钱的房间吗 几百块也有的 它里面便宜的800个都有 但是那个房间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刚好 几斤里 四到五个平方 四到五 它刚好是个拐角 那龙牙桥附近 还有那种便宜 最低多少 没有 那边没有这样的房子 那龙翔桥的话 合租房是没有的 只有整租房 整租两千多 三千多 三十方左右吧 我们都是预租金一半 然后的话 相对而言的话 客户打八折吧 不多的 七百块钱吧 我们是收一次性的 看重了才付的 不看重的话 我们带看房 是不收费的 一番折腾下来 记者对于能否在杭州龙翔桥 找到房源信息中的低价出租房 已经不太抱希望了 那如果再提高一些预算呢 记者继续在平台上搜索了起来 这则房源信息显示 整租 免中介费 靠近万安桥站 可月付 一千元每月 一室一厅 一位 十四平米 下面也标有 安选字样 图片中的房间装修 看着挺新 过道上还有厨房 记者通过平台 联系上了房源发布人 对方表示 房子在的 让记者添加微信沟通 记者询问 是不是最低一千 对方说 是的 在西湖大道2号楼 并发来定位 让记者去公司登记 这家公司 位于杭州浅江新城 富春路边的写字楼内 记者提出 想再看一下房间的 其他照片 工作人员表示 要先交钱才能看房 桌上有块牌子 写着有三种收费方式 分别是 290 390 590租赁费 其中290元租赁费 包含入住一次 看房不论时间和套数 直到入住为止 其他两种费用主要是租房范围扩大到全国 以及入住次数等方面服务的增加 标牌上还标注 只限本人原始身份证登记 确认一下了 问一下我钱就交了 我无聊 我们不接指定 你找谁谁都不接 为什么 为啥不接指定 指定 相比此前 程兴路那家公司 这家公司同样无法指定房源 需要先交钱再看房 但是收费门槛有所降低 变成了290元 记者最终没有在这家店交钱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平台 把龙翔桥那套标价600块钱的房源信息截图发过去 在线客服在图片上标注了箭头 指向安选字样 表示这个是有实地认证过的 记者询问实际地址在哪 客服回复 此方面平台有隐私保护的 不会显示真实地址 那么记者之前交的350块钱能不能退回呢 客服表示平台不建议提前交易 建议尽快报警维权 如发现虚假房源信息可以在页面举报 随后在线客服记录了记者的相关信息 表示会由平台工作人员尽快联系 对于记者的这番租房体验 律师的看法是 就是比如说你这张照片拍的是3000块钱的 但是你给我价格标了600 不必跟你那个实际上 这个房间那个不一致嘛 就是虚假宣传了 这个发布消息的那是他责任人 对吧 他相信他是主要的责任人 然后平台呢是因为他对这个发布这个渠道 他没有尽到他的监管责任 而且他也自己也做了说自己认证过的 你既然认证过的话那你不要承担责任的 没认证过就跟我说的一样 你要先通知他 平台就要进行 重新要进行 争别了 假的那你就把它删掉 你如果认为你是认为他是真的 那你继续放继续放的责任 你就要承担的 后来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了记者 记者提供了相关房源的链接 对方回复经核实 该经纪人上架房源为经过实地核验 照片与视频比对 确认该房源的物理真实性 但该经纪人采取线下收费 代看其他房源的问题 作为平台方坚决抵制该行为 对此平台已于第一时间将该经纪人账号房源 进行全部下架处理 并对该经纪人账号进行进发的处罚 就回复中提到的物理真实性 对方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 记者也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